在你的印象中 西双版纳是什么 是光彩翼翼 灯火通明的星光夜市 是奔放热情 水花翻腾的泼水节 或是豪迈唱语 齐声高呼的多歌水 还是奔放富裕 沁人心辟的浦尔茶 答案是 是 也不仅仅是 西双版纳最令人熟知的 莫过于泼水节 波光连眼 水气翻腾 当狂欢散去 河灯闪烁 成千上万的孔明灯 在天际飘扬 许一份心愿 至 未来的自己 在这盛大的节日里 也是歹族人纵情歌唱 表达爱意 表达爱意的重要时刻 这优美特别的演唱方式 叫做 章哈 章哈 独特的演奏乐器 和温柔婉转的唱腔 让这个如水一般的民族 散发着柔美浪漫的光芒 泥土 是大地之母 也是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 从青石器时代 延续到今天的古老传承 仍然被歹族人牢牢掌握 陶尼在漫轮上逐渐成型 在敲打中显现 在古法平地堆烧中用火焰碎炼 最终成为盛放对美好未来期许的器物 今天伟地 丝线翻飞 五彩丝线从今开始至伟结束 经纬之间编织五彩侠衣 许下对美好的承诺 承载自历史的祝福 这就是歹族之锦的独特魅力 带族向脚鼓舞 是男性孔武有力的象征 融入带族鼓舞术 一朝一世 战鼓雷鸣 是西双版纳的阳刚之面 西双版纳的另一面 是宁静祥和 一千多年前的贝业经传承至今 匠人们仍用传统特制的铁笔在贝业上书写 这不仅是对信仰的尊重 更是文明延续的佐证 流传千年的贝业经中 还记载着一项岁月的福祉 还记载着一项岁月的福祉 《孔雀公主》和王子的爱情故事 被带族人民传唱 以张哈剧、舞台剧、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为我们熟知 让伊尼威蕊的西双版纳 更添一丝温柔和浪漫 《孔雀公主》的艺术表演 《孔雀公主》 不同于歹族歌曲的温婉绵长 布朗族弹唱更为粗犷直接 独特的四弦布朗琴 铿锵有力 伴随着豪放的歌声 随茶香飘向远方 到西双版纳必须要喝普尔茶 六大古茶山独创的普尔茶制作技艺 以及完整规范的冲泡方法 在康阳之地品普尔加明 特茂克节是基诺族最为盛大的节日 狂野粗犷 是古早基诺族人纪念铁器 被应用到生活中庆祝打铁的节日 所以古又称打铁节 在基诺族的传统中 打铁和打鼓分不开 所以在特茂克节这一天 人们敲起大鼓 喜气洋洋 跳着欢乐的大鼓舞 迎接一年一度的特茂克节 对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 不一样的西双版纳 它热情 温婉 神秘 包容 它有太多的秘密 值得我们去发现和探索 值得我们接近和停留 那么现在 请你告诉我 西双版纳 是什么 中文字幕由 bom